在俄乌的部分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4月5号 俄乌军队呢 在进行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乌东城市 恰索夫尔亚附近来激战 俄方认为这个地方是乌军的重要的集结地 那乌军有严重的后勤补给问题 来看到在现在 我们可以看到俄乌还是呢持续 那么现在战争打不停 但是俄军有什么样的谋略呢 这是俄国的S-400防空系统 不停的视身手 却未安装会爆炸的战头 乌军花多时间来分析才发现 好 这是为了S-400的 这个叫准飞弹跟雷达 那目标在精准标出最有效的位置 来迎战乌军即将拿到手的F-16将军 第一个 其实俄乌战争现在来讲 很明显的 我可以很具体的讲说 乌克兰已经在地面 地面上面作战来讲 已经是处于一种 极不利的态势 那俄罗斯来讲是不断的采取 这个积极的进攻 每天我看这种双方的战况报导 大概很明显的 大概俄军每天都可以推进 将近平均10公里 那为什么他只推进10公里 而不推进100公里或多少 那是因为配合他自己的补给 我们知道作战来讲 我们经常讲一话 大军未动粮草先行 那你的这种弹药补给 这个人员物资 还有油料等等的运输补给 你这个往前面运动来讲 你前面第一线部队的推进 一定要后面的补给 能够跟得上 所以现在我觉得 以他现在每天推进 大概10公里这种速度来 前进来讲的话 俄罗斯现在打的那种战争 叫做一种稳扎稳打 我一步一步的往前面推 我这个人员物资 所有后勤设施 都能够得到充分的补给 我再往前面打下一个目标 所以之前他打下了 阿富迪夫卡跟马林卡 这两个重要战略要地之后 现在积极向 恰索府亚尔这个战略要点 来做推进 如果这个地方再打下来的话 这个乌东地区大概无险可守了 所以我觉得说乌克兰来讲的话 可能现在面临很凶险的一个情形 那乌军有什么样的后勤补给 大概第一个大家都知道 美国对他来讲的话 军援的经费已经来讲 被卡在国费里面拨不下来 那另外来讲 像他们这种 俄乌地区的这个大陆军作战来讲 最重要就是炮兵作战 所以你不要看 全世界炮兵最厉害的国家 就是俄罗斯 还有一个国家叫中国解放军 还有一个国家是谁 北韩 他们纯粹就是陆军大炮主义的思想 所以他们的炮弹很多 你看俄罗斯的炮不够跟谁要 跟北韩要 北韩他们炮很多 他有那种 当年在这个 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俄罗斯他那种炮战 生产炮战的工厂 他都还有 所以他可以源源不绝地生产炮战 那现在双方来讲的话 我有一个数据跟大家具体来讲 俄罗斯来讲的话 每天可以发射六千枚的一个炮战 每天六千枚 乌军大概只有两千枚 那六千枚跟两千枚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整个战线概略是一千公里 这一千公里的战线来讲 每一公里 俄罗斯我每一公里平均我可以发射六发炮弹去打敌人 那乌克兰只有两发炮弹 因为双方战线长达一千公里 在这种状况下 你两发炮弹你能够打什么 你可能顶多了不起 就是一个修正射击而已 你还打不到群射的效果 所以乌克兰来讲的话 现在来讲弹药补给有很大的问题 那欧美国家为什么没办法来做适当的这种 适时的来做提供他这种炮弹 因为你自己本身的产能就没有那么多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来讲要从日本或谁调这些炮弹来支援乌克兰 从这方面里面我们就知道乌军严重的后勤问题来讲 非常严重 尤其是15口径的炮弹 那这个俄军来讲S-400防空飞弹 没有装爆炸弹头 我觉得你要知道像现在这种飞弹来讲的话 导弹对空导弹跟F-16战机 其实对乌克兰或俄罗斯来讲 都属于高价值的一个目标 俄罗斯要打乌克兰 他第一个优先就把你的爱国者飞弹干掉 我们经常看到就是说 他用他的狗尸或匕首去攻击爱国者导弹的阵地 我只有把你这个对我威胁最大打掉以后 我的空军才可以彻底的掌握制空权 那现在相对反过来 乌克兰来讲也一定要击掉 他的这个S-400防空系统 然后我将来我的F-16才可以掌握到制空权 所以这两个目标 这个乌克兰来讲 他的爱国者系统 跟俄罗斯的S-400 都是对敌我双方来讲 都是很重要一个高价值的一个防空武器 那他当然不会轻易出手 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这种防空飞弹来讲的话 他不是说是所向无敌的 他有他的弱点 他有他的弱点在哪里 就是他电子系统 他征收系统 你一旦开机之后 你就很容易被人家侦查得到 所以我们现在国军为什么说 中共解放军来 我们雷达只是 雷达有两种 我们开的只是一种搜索雷达 照明雷达 就跟所谓照明雷达 就像是我把手电筒打开一样 我只是看哪边有敌人 但是另外一种叫做火控雷达 火控雷达就是我打开以后 我就追踪到你 我就可以锁定到你 那火控雷达会有一种反制的武器 叫做反辐射飞弹 因为你会打出一个辐射波 如果敌人用反辐射飞弹 顺着你这个波回头来讲 就把你阵机摧毁了 所以双方来讲 这种是斗智 也是互相斗勇的一个阶段 那俄军来讲的话 我的S400 我当然不会轻易铺路 我的所有的参数 或者是我所有电子装备 我的雷达的频率或什么 它不会轻易铺路 所以这时候 它还必须要做很多的 变换阵机移动的位置 来以便将来 你如果说F-16 如果说飞过来的话 我才能够确保到 我自身的安全 不会被你吹毁 那我也可以锁定 你的F-16战机 那前一阵子我们看到 俄军已经损失了两架 A-50的预警机 已经被 我们认为应该是 爱国者极弱了 那俄军来讲 这时候它会非常非常的小心 以避免这种高价值的防空武器 被乌克兰所摧毁 是 因为这个战争还持续 太阳星全校 克废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废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 克废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脂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 这场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废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废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美负担 每日克废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220毫升 220毫升 怎么驻